芒尔德喜欢华丽的尴尬 我以为自己对于尴尬已经免疫了 直到尴尬真正出现 我尴尬了 没有人关心我 也没有人在乎我 我什么都没有了 你们 你们也这样对我 爸爸 妈妈 我想你们 你们就是爸爸 妈妈 我想你们 哎呀 我不是都跟你说了吗 我跟他真的是在做实验 你不信你去问你的阿玉哥哥 你问他 你们真的在做实验吗 嗯 什么实验 我能做吗 这种实验小孩不能做 极其危险 你这种实验你真的不能做 他只能和我做 嗯 嗯 哎呀 其实我们两个 就是想试试结婚之后 会不会产生一些特殊的磁场 好让我们知道 到底能不能传远回去 传远 他要讲自己的片小孩嘛 我都要讲什么 好 您和他跟你说法 你让他跟你说吧 我来解释吧 去吧 玉玉哥哥 我也想做实验 吃饭 我们也做实验好 再见 一般的时空旅行呢 它都会有一个支点 你俩这个案例里面 我有充分的理由相信 那艘船 就是那个支点 这倒是 因为我们回到船上的时候 那个 时间是连贯的 而且发生的事件 都是没有改变过的 至少船上这个时间线 是不变的 那为什么后来所有事情 都发生了改变呢 那是因为你们在船上 做的那些事 想要弄明白这个时间的规律 首先只要弄清楚 为什么你两次穿越 一次是九月四号 另一次却是八月十九号 你仔细想想啊 你这两次穿越 遇到的人跟事 有没有什么共同的特点 共同的特点 九月四号那次 我跟乌宇重逢 后来 我们遇到了朱家的案子 然后又遇到严远 这一次 我们遇到了陈如荫 严远和陈如荫都是船上的人 你发现没 你每一次都会跟船上的人相逢 所以这个穿越一定跟那艘船有关系 然后呢 然后 然后什么然后 线索就这么一点点 行了行了 这个事情就算过去了 我们来聊一聊 另一件事情吧 什么事啊 就刚刚那个试验啊 怎么样 感觉如何 怎么怎么样 没有什么感受啊 完全没感觉 怎么会没感觉呢 我这不是在这儿呢吗 完全没动了 根本就没法穿越 谁问你这个 我是问那个 接吻是什么感觉 接吻是什么感觉 没什么感觉 你少来啊 我要没记错的话 这是你的出问吧 在这个时空里面 应该算是吧 这个时空 你们上个时空已经亲亲过了 果然已经进入到敏感此部分了 大猪 你已经是个大姑娘了 天哪 那你看到他那个小师妹 在你面前晃来晃去 你的心不会痛吗 我不是心痛 我是头疼 你相信我 任何一个人看到陈如荫 在他面前晃来晃去的话 都会想掐死他 这跟乌玉没有关系 我就单纯想掐死他 我没有问你对他的感受 我是说 你看到他跟乌玉在一起 所谓心痛 这是看见在乎的人 跟别的女孩子在一起时的 感受 这不是我写的吗 大姐 我雅思课要上课了 我先走了啊 我雅思课要上课了 我先走了啊 我上个时空里怎么样 雅思考过没有 没过 那 那你记不记得我考的是什么内容 我哪会记得你考的什么内容啊 你这么中文的事情都不记得 我记得你 你记得我干嘛 你一直盯着我又不说话 到底有什么事啊 我原谅你了 我想过和你闹的 可是我不能跟蠢货争辩 那样你就会把我拉地上 用金眼击败了 我是正事和你不一样 我又有自己正事的范 不好意思 我阅读理解不太好 你到底要说什么呀 敢做不敢当 这次就这样了 下不为例 你一直人射到这么多窍名 你干嘛啊你 你太过分了 你怎么了 我都没有可爱与哥哥亲过 连手都没有拉过一下 坏我还对你这么好 帮你三七处你闺蜜是坏人 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 闺蜜不是坏人 你你先把我放开 你这是什么样东西 我不要 这你 你撕不开我 安玉哥哥 你把电话给我 哥哥谈交 他欺负我 他要赶我走 就是怎么了 给我 别闹 沈沈艳刚刚发消息 说咱们拜托她的事有结果了 让我们去一趟警察局